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游讲讲卓游的时间 大家好我是Ivan 我是德华斯KHR 今天我们来到无诺堂访问Hong Kong 来到无诺堂访问名字已经知道了 是和一些模型有关的 但为什么模型会和我们游戏游戏有关呢 一会我们做到它里面大家就会知道了 不如我先给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不如由这位嘉宾开始讲起来 大家好 我叫Kiss 我是拼开高达的 大家好 我是阿牛 我是拼开弹核的 大家好 我是Ken 我由维宿战棋的期待 大家好 我是Eric Toh 我也是战棋 维宿为主 现在开始玩一下人像 大家好 我是阿江 游战棋和人像 大家好 我是阿胖 主要游战棋 大家好 我是Rex 我玩拼开科幻和游战棋 好 康康的朋友就介绍了自己 不过未是全部的 稍后还有一些朋友来介绍 为什么会有这次节目呢 最主要就是当然了 我和Ivan开始玩游战棋 开始接触到很多人去游戏 我认识到其中一位受访者 稍后他也可以表达一下 究竟我们是怎么会结束 也知道最近香港有一帮 无形上识的朋友 在国外取得一些奖务 我们看到这个机会 我们也把握了一个机会 就找他们做一个访问 就是Hong Kong Team的大家 不如我们先给观众了解一下 究竟Hong Kong Team是怎么成立 我去立吧 好确实 我们Hong Kong Team的成立 都蛮机缘巧合的 因为我们今年 我们整班香港的朋友 和其他朋友去玩马拉里比赛 基本上都是担心着 最快的一班朋友去马拉里玩的 后来我们在马拉里比赛 获得很多好成绩 我们就谈开 然后就说不如我们继续一个Hong Kong Team 例如有什么比赛 我们可以一起去冲比赛 玩一下比赛 大家考虑一下 我们现时的成员大概有18位左右 都是一帮同好 然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一起去参加比赛 我们由不同范畴 例如高达和宿美亚 不同的原因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刚才说到马来西亚比赛 其实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赛事 就是那个形式和大小是多少 马来西亚比赛 其实他们简称Malcom 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歷史 亚洲区很多国家 不同的国家都会飞过三家 规模大约今年 去年就比较特别 因为去年就会有很多人 因为去年刚刚过了COVID 所以很多人都出生了 今年就正常一点 但是正常方面也有千多 我先求了千名去参加比赛 那也算是挺大的 对这些国家的赛事 明白 刚才说了很多今次马来西亚的比赛 不如说一说今次的奖项上 会拿到什么 还有会不会有些作品已经放在那里 今次的奖项 其实我们拿到大约是18或19个奖 因为是上个月的事 不太记得了 但是香港人应该拿到18或19个奖 如果大家看到桌面上 这张深色这张SERC 即是A4的那张 那些全部都是今次拿到奖 这些是破份 因为拿不到太多了 明白 你看到金色的就是金奖 因为牌其实他们通常都是一样 因为一个牌就会被大部分的组别 然后在SERC上就会分开是什么组别 明白明白 我也想问一下 除了马来西亚这个 因为其实我所知 因为我记得我约完做这次访问之后 都听到其实你们之后接触都有一些好的消息 是不是也有参加其他的比赛 以及也有一些奖项 那马来西亚没有去的 其实每年其实疫情过后 已经那些模型比赛已经回来了 是 那我们马来西亚 早六月底 港州有一段比赛 其实未来还有很多比赛 澳门也有 台湾 泰国 韩国都有比赛 大家的定位都是类似一些国际性的比赛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国家或者地区里面的人去办 他们是欢迎了不同地方的人去 去加入这个比赛 嗯 那 好像我们上次去广州围园 上次我们广州都很多人去 都超过二十个人 不是所有人都比赛 那些人像阿West那样做评审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比赛 是 都是一个很大型的比赛 有1400多件件 嗯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分组 高达去了科幻组 是 你看到会有 坦克车 MK 是 飞机 大家都很关心微宿组 都是一个很大的组别 那他们的比赛 那个赛制 通常就会 用一个叫欧洲制 因为他们的模式都是在欧洲那边 复制过来 不像说 好像奥运会 要赚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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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一个组别 微宿组 他到战企 他会订一个金奖、银奖、铜奖 如果评审觉得你那个奖品 是到达那个质数 那个分 他就会得到这个奖 所以同一个铜奖、银奖 可以有幅数的参赛者得到 嗯 大概大家都会用这个赛制 有部份的赛是有点不同的 那 那 那广州这段比赛 我们香港组组 就总共得到17个奖 在不同的组别得到17个奖 那 金奔铜奖 还有一个叫B.O.S.奖牛 刚才讲漏了 每一个大组别 他们得分最高的一件作品 就会代表一个组别 和不同的组别 持有一个Best of the Soul 就是全场总冠军 那我们其中一件 这个波幻组的代表作 就赢了B.O.S.的亚军 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 嗯 因为我想听你都说 两个比赛其实都是一些国际性的赛事 和每一次的比赛都过千人参加 而每一次都有十几个奖项 其实都反映到那个 你们整天人的表现的质素 和稳定性 那我也想问 其实提外话少少 那其实你们除了一起参加比赛之外 例如你们私底之下 会不会有些什么交流 又或者有些什么 会有些计划等等 那些东西 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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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 通常最简单的 会有一个WhatsApp 我们就会谈一下 大家正在制作的作品 应该是大家给一些交流的方式 另外就是定时定下 我们大约会来吃饭 谈谈一些梦经 我们又会找个地方 拿一些作品出来 大家去救和讨论一下 明白 因为有时候critique很重要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带自己的梦经出来 你又给一下我的评论 我又给一下你的评论 这样的状况 那变了就是说 当一大堆人出来的时候 那就不会说 单对单的 好像我是老师 我教你这样的状况 而是一个交流的状态 所以大家的进步的空间 或者一个人是会更好 在一个心理上 或者一个人也好 你那个进步的drive 会更大 是的 我想互相交流 会是你们整个team 刚才你说的 可以最帮得到大家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也想问一下 因为我看到你们继续有参加比赛 我想问一下 你们平时准备一种作品 去参加比赛 其实可能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呢 因作品而定 因作品而定 chris 他这一种可以不客气 最终的 这个高大我做的 是 由他2017年发售 我就已经买 我去到2022年才继续 期间应该没有断过 就是继续做 对 因为太多东西 有灯 有编程 有报告 我是不懂的 游泳学过 慢慢学 可以很久 因为好像刚才所说 一年都排期了 有很多比赛 所以整一种作品 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一次比赛 对 好像你看到很多奖 就是不同的比赛 所以他们可能一次过 会带几种 可能上年的旧作 都会再拿去 下一个新的比赛 去准备 如果你说战棋 大家玩微宿的 可能时间会短一点 可能几个月或者半年 都会弄到个牙脑 嗯 可以 可以 我们肯停手的话 就会弄到个牙脑 其实好像画画一样 画画一样 你可以不停地加监 在这里加个牙脑 加个牙脑 改个牙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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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说完全起了那种 有时限起了那种 嗯 嗯 我也有一个 我想代观众去问 我想观众都很有兴趣 知道 其实这么多位都有参加比赛 那其实要去步入到参加到比赛 就是由你开始去接触 上识这一样东西 去到比赛 其实那个时间大约是多久 就是你当中哪个 就是那些是快一点的 其实要由几年才去到那个水平 我知道是一定个人都不同的 但是大约他们都会想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你够勇敢 够勇敢 你肯去试的 是 你一场画不一定是一开始就越来越长 明白明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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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就是 我不够水平去比赛 我去做惹灰 是 很多时候会这样想 是啊 尤其是伤兆 是啊 但是我觉得是不需要发 jóvenes 其实是 因为比赛的性质和交流会不同 这些交流会 可能大家那个可能还没有完成 都能放 era 但到了比赛的时候 所有的參賽者都已經結束了這件作品 你會看到大家都結束了這件作品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一個比賽的心態去交出這件作品 你會看到周圍的人 甚至是自己認識的人 見開的人 其實那件作品的水平比起平時交流的時候都可能會有 你會學習到很多東西 你也會迫自己去進步 因為當你見到那麼多的時候 自然會心紅 你會想去到進步 最好的進步方法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就是當然可以去交流 聊聊聊聊聊聊聊 大家互相給予意見 另外其實最快令自己眼光擴闊的就是參加比賽 實戰 實戰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為什麼會去問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自己也會覺得 別說參加比賽 其實我們之前的頻道都會說 譬如說 譬如表演有很多數字可以上色的 但其實很多人都會停在一個位置 會經常說 我不認識 或者我游得不漂亮 我游得很噁心 所以他就不會去踏出這步 我覺得其實無論參加比賽也好 又或者上色也好 都一定是你要肯去踏出第一步才有之後的東西 即是你不拿去一支筆 永遠那件件都不會有顏色 我覺得這個 無論是大家大師級的 又或者我們新手的旗 都是同一個道理 好 鏡頭一轉 你看到畫面上的人又不同了 剛才也說過 香港隊伍很人才仔仔 所以一個鏡頭出不完 所以我們中間就會轉一轉 不如我們在進入第二個部份之前 我們先介紹一下新入鏡的朋友 不如由這一邊開始 好 大家好 我叫 大家叫我老闆 搶劫 那你是插了什麼作品的呢 我主要是由美宿和戰棋律 明白 明白 好 我叫Kobe 主要是玩科幻的 我叫阿杰 我也是玩美宿的 老闆是自己創作下的模型人 我叫Sean 我是玩科幻 我叫阿Joe 我就很雜 我什麼都玩 除了科幻 除了科幻才玩之外 人像相識 雕塑 場景 也有玩美宿的 張宗來的分法到 我叫Samuel 我手遊人像歌 我是Ken 主要科幻和手遊人像歌 好 介紹完之後 我們可以進入第二部份 剛才第一個部份 我們講到一個位置 就是油顏色 Ivan 你也有顏色 你經常說油得不漂亮 想油更漂亮 你怎樣呢 我給我多一點背景 我的背景 各位嘉賓 我自己接觸油顏色 其實應該是一年至兩年 我之前都是玩開博遊戲 我有一些小型 你見到他放上桌子玩的時候 灰色 紅色 都不開心 我自己就想去自己學 去油顏色 怎樣學呢 其實一開始都是看Youtube 每個人都不認識 自己買一些工具回來 就看Youtube的照片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對自己開始有要求 覺得只是有顏色不夠 但是我經常看影片的時候 有看到那些人 不知為何我跟著他做 他就做到很漂亮 但我自己就跟著他也跟不到 到底想看看大家 有什麼竅門 方法 其實應該怎樣去令自己進步 因為很多時候看Youtube 他們為了濃縮他們的教學 他們中間可能有很多步驟 會飛過去 最好的方法就是 當然第一要自己落筆 第二就是可以學問一些前輩 或者一些玩開的去交流 互相去看空打意見 對他們做 而且再加上 尤其是戰棋那些 因為有這麼小的模型 有時候他們 譬如Youtube那些 用鏡頭Zoom來畫一個東西 其實未必會很清晰的 有時候 如果當你不很清晰的時間 你又再跟著他做的時間 那你出來做不到的效果 就是因為剛剛所說的這個 所以反而反過來 如果你說真的想要去進步 的話一個人 其實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請教人 因為尤其是在香港來算 我跟國民Walhammer來算 其實都已經起碼了10.20年 一定會有些前輩 是人得比較漂亮的 然後跟他請教一下玩一個東西 跟著他學會 或者很多時候有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些不同的行動 玩不同的行動 當然沒有行動 其實就是很多這類型的不同的行動 有時候就這樣玩 上了這班 起碼我只要用基礎概念 玩一個東西 再加上自己 我又喜歡玩戰棋 我一直玩 現在就很漂亮的模型上台 出去玩一下也好 是不是 放上來 連打都可以看 連打都可以看 之後再重演 我一直可以玩 我又想再有漂亮一點 兩邊不停去互相做到 那個Dryling的狀況 就是進步最快的方法 還有有時候 上網看見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有時有些Drybrush的技巧 有些Layer的技巧 因為有很多片去分 有些基本功 有些很fancy 可能做一些地形的 或者有些很特別的技巧 不知用什麼特別的油 就做一些很厲害的效果出來 可能我靠自己學 例如有些特別的油 現在絕出絕多 其實可能代替了很多 例如以前要10個step才做的東西 其實現在有些油會推銷 一支就 skip了四五個step 如果在你們大師來看 那是不是真的要練好基本功 還是現在越來越出的那些油 其實都可以取代到一些 skip了一些步驟 不如Joseph又說 我也想聽聽Joseph OK 其實在我的角度 就是覺得你上色 無論你是由Flymer 或者有軍事 或者Flymer 其實有關於顏色 首先你一定要對於顏色有個理解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實在現在這個趨勢 其實很多的愛好者 其實它不是說去用一些不法的技巧 即是學之前 即是最初的時候 是應該學一些在上色最基礎的 就是顏色的理論 那些怎樣調色 調色是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例如說 舉例我們有無形油 很多牌子 有AVL、AK 其實它出了很多顏色 首先一件事 你去到一個新手 你怎樣買這些顏色呢? 譬如說 舉例 你要買紅色 紅色有很多種 其實它會怎樣用法呢? 它都是基於一個 在一個顏色的理論的基礎 去選擇顏色 或者其實有些顏色 其實可以自己經過調色 可以調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新手去學 首先要學到顏色的基礎 嗯 然後剛才Aaron有想說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你剛才提到那些 例如現在的contrast有 或者是一些快速的科技 是會幫助建武門的 如果譬如說 又會戰棋 戰棋很多時候講求的就是速度 我要用最快的時間 起到一隊兵 我才可以打到一個比賽 或者我才可以留隊 你可以用那些叫做工具 去幫助自己更加快 但如果你是說 我希望有一個 這東西是漂亮的 或者我可以有一個character 我特意有一點漂亮的 那麼 就說一些叫做基礎理論 你是不可以不懂的 因為那些工具 是令到你可以快速地 起一隊兵出來 或者你不可以玩到一個ball game 玩到一個遊戲 但是如果你是想去 要去Def 繼續去做一些 build-up的玩具 那些基礎理論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兩樣 是可以互相付錢 你當那些是工具 有一個 Rest 你說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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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覺得 剛才Eric說得對 如果你想很快速地 拿到一件棋去玩 其實你用那些工具 是非常適合的 但因為我們想有漂亮的東西 除了剛才Joe Sir提出的 色彩和顏色之類之類 其實光暗的理論 那些光源的理論都是很重 簡單來說 例如我現在這樣光 你會看到我平時的光是這樣的 這裡可能會光到下面 可能那些位置會油到上 即是成這樣 但是如果你用一些 contrast mode 其實它會油到上去 整個 整個 整個顏色的光度 全部都一樣 然後就會變得閃了 一個脆味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真的想 再進一步 那你怎樣都要 自己學一下 怎樣去 你要了解多少的理論 明白 我想繼續追蹤一下 我知道有很多基本的技巧 例如我自己學的時候 我怎樣知道自己已經準備好 怎樣知道自己已經掌握到這個技巧 我可以去學一個新的技巧 因為有時候自己都很模糊 我想練一些layering的技巧 去游 但我不知道自己怎樣做得好 或者做得舊 我可以跳下一個步 就是下一個步 再學更多的東西 那有沒有意見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最初有 就可以找一隻板 你去跟隨它 那你在每一畫一隻 那時候 你就可以掌握到別人 為什麼要拿這個圓形的光音 那你就會學會了陰影 或者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首先用一個電話 拍張黑白照 用眼燈打下去 那你就完全知道這個立體是怎樣 那你跟隨這個立體來配畫 它就會比較容易 對 又或者可能 即是你將建造品 先噴黑灰 那你想要那個光源位 開始噴白灰或者淺灰都可以 那就不要噴飽 那就可以營造到一個光暗位 然後再拍照 就知道自己哪些位想做 就是這樣 那收到大家的意見 例如剛剛講上班 例如我學一學遊戲 要一步一步循序漸進 那我知道應該在模擬堂 都會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叫 油橫式的班 其實是可以開放 可以給大家報名 例如不同類型 或者怎樣循序漸進 這些可否可以再分享多些 其實在模擬堂 我們都是有一些 平式的班 例如手遊班 手遊班 我們會分為初階班 人身手班 然後再去進階內 就是進階班 我們都不止一個範疇 我們是推量多範疇的分子 例如我們有科研班 軍事班 其他的情景班 我們都會做 就不只是 一部份 但如果你說按手遊 我們會適合一些初步 開始進入這個界別 去參與個人的初階班 因為我們是會有最基礎的領域 甚至乎用一些工具 我們都會很詳細的教育去做 這樣是一步一步的 明白 通常一個班 會有多久呢 例如上一次課 每次多久呢 我們普遍都會以四課 一個班去開 可能軍會堂也是三個小時左右 也都希望是一步一步 令到學員完成整個科目 也都盡量可以完成整個作品 而當學員真的有機會 在四課都未完成這個作品 我們都會在學生同學 由導師繼續追蹤 直到學員完成作品為止 因為我們不是說 你上課堂就完結了 導師也會自己學生 由得比較好 不如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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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即使還有學學隊務的會否可以 如果有Wakama這部隊 其實我們亦都有專業的導師Kanty 他你會計算一下嗎 我微速戰氣班 基本上警示定時會教一些專題班 例如它有些禁軍的女 featuring放射裏 專門做一些技巧 模型的豪華港版 我亦會定期教一些基礎版 他要跟他學一些反映理論 這些上色技巧 除了實戰真是領知不由 也會講一下書 講一下顏色 很多時候你看YouTube 但給不到反應 如果跟導師的話 他會即時看到你做的步驟 我即時可以告訴你 有什麼可以做到 改進 我自己會聽完這部份 一方面偷到很多詩 一眾高手 一聽完Ivan一問完 大家都爭先去分享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究竟你想那件作品很快拿出來玩 還是想游漂亮的作品 我自己也想分享 最近群組裡也有朋友 就是去游那個Eclam Horror那些角色 他們對於那隻角色真的很有愛 他不是要趕著 要交貨 而是想游漂亮 我覺得這類型的旗 在這些班上所學到的事情 都真的應該可以幫得到受 如果有興趣 大家也可以一會留意一下資訊 就可以去找回自己對的班 好 到最後 多謝各位來接受你的訪問 我也想問一問 其實香港隊伍之前也拿了很多獎項 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什麼大計呢 其實香港隊伍也是剛成立的 所以我們現在首要做的事就是轉成鈍鍵 我們就進行中了 我們就選了一種顏色 還有朋友幫我們考慮標誌 之後我們希望如果參加比賽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保持對應 大家都一致之會開心一點 至於其他大計 雖然我們已經有很多獎項可以獲得到 但其實我們的目的呢 其實一群好朋友一起參加比賽的目的 都不是純粹為了獎項 其實都是為了開心的 所以我們都是希望互相大家 繼續加入 繼續分享 繼續指一下你圈 有什麼問題 很開心的這些事情 然後大家希望一起進步 也都希望可以多些人推廣一下 這個參加比賽的時候 多些人一起玩 大家可以分享到這個戲 其實是很開心的 你可以上到一隊 一起去做一件事 一起去獲獎 可能有些人獲不到 但互相鼓勵是很開心的 這件事很熱血 我也想問一下 我們剛才說香港隊 如果我們真的想知道多些資訊 其實有沒有什麼途徑 或者你們會不會有發放信息的途徑 甚至乎有朋友 我也有顏色 我也想去參加 其實有什麼方法 可以聯絡得到你們 其實我們在Facebook 那裏有個群組 叫做中文 叫做香港隊 一起參加國際 所以香港隊 現在就可以找到 我們會加連結在下面 謝謝你 其實我們都是想提供多些少的 例如大家有興趣比賽 我們會盡量提供多些資訊 因為我都說過 我其實都是不同比賽的評審 所以我都會 如果我知道有任何的資訊 我都會在那裏分享出來 另外我們的組員 都會互相在那裏分享 我們的作品或者製作過程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其實可以多看一些 可以多問一些 不用害羞 想問問問問 最多不回答你 但沒有選擇 所以有問題可以隨便問 明白明白 香港團隊 我都想問問 譬如無樂堂 剛才說到有很多班 未來你推廣油顏色 還有什麼計劃等等 在無樂堂方面 我們好像Rex 或者Hong Kong Team 希望更加多人去接觸到手遊 或者是模型的方法 所以現在我們都有幾個大型的項目 可以在做 第一件事 接下來九月最快就是有一個 我們學生的資深展 因為我們無樂堂都成立了兩年 都已經有很多個班 以及很多學生 很希望有一個平台 可以讓學生看到自己的成績 或者作品 可以讓更加多人去知道 可以見識到 希望大眾都可以了解到 原來我們香港的無樂堂水平 都很高 接下來我們也會邀請大師 即世界大師來到香港 示範、開班 希望更加多人去了解到 原來很世界性的大師 都會來香港做一些示範 以及更加多人去參加 最後在2025年 我們接下來也會來一次 香港的國際無形大賽 是 那張Poster 是的 這個無形大賽 其實都包括了很多 不同的無形類型的範疇 會再新增一些 給兒童 即更加Junior的小朋友 去參加的一些比賽 希望那個接觸面 都會更加大 希望更加多人可以玩到這個 謝謝 資訊方面 我們都會加回連結 即無樂堂的連結 大家想收到 剛才Samriel說的資訊 都可以回他們的Facebook 去了解 今天非常非常多謝 HKTeam和無樂堂借出的地方 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獲得多些獎項 更加多人去遊環式 去享受這個樂趣 這個團隊就可以越攪越大 將來如果再有什麼資訊 歡迎就和我們繼續說 我們都會幫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 例如想報班的 都可以去無樂堂的Facebook 去看一些資訊 如果想了解多些HKTeam 都可以去一個群組 去了解 今天就多謝大家 我們節目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 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